第三天中和社区的社区关怀古典基盘种植课程 由老师专业到社区的专门 我们用外地的包扎和鸡骨来作成计刀 让老大人就着亲手冲组来电视冲仪 那些人都在头脑 竟然可以从家的作品扎到家来修用 所以让所有的阿公阿嬷都觉得相当有成就感 看嘛当真相 我们真相看不一样 老师真有耐心的基督 所谓阿公阿嬷也转身倒立临近创作 这是中和社区关怀古典的美食创作库定 每一位典贝来到古典 不但可以交流感情 其他在共同合作 学习生的事物 让很多典贝每礼拜都非常期待 要来古典上课 来来做老师 你感觉如何 感觉很好 老师很厉害 当头脑又当头脑 当头脑又当头脑 有啊 我都有来 都有做招 还有十天都尊重 对 九点就要来了 因为现在是进入老人化 那我们有开这个课 配偶县政府开这个课 然后聘请老师来教导一些老人 一些医治游戏 使老人年轻化 可以防止这个老人失智 我们很感谢到我们综合社区 我们总理事长 对到这个关怀据点 非常有用心 办理到很多活动 让我们这些市场 可以在这里 很快乐的学习 学习到很多东西 可以让我们这样 比较不容易 让他们退化去 这个库定 所学习的作品 是用不需要用的薄刀 以及脊骨来做鸡蛋 不但可以做油条薄刀 来让顶部的动手 混乱却掉 也可以出起老大人的头脑 发挥創意 創作都以无理的作品 今天做的课程 主要就是环保素材 然后让长辈 就是经由 撕 捏 露的部分来讲的话 就有点类似 因为报纸来讲的话 在家里的话 长辈事实上都随处可得 然后他们甚至是说 做的有兴趣的人 他甚至可以自己在家里 再继续创作 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很好的 他们会把他们的想法 激发出来 今天做的是艺术职能治疗 重点是说 让我们党的手 党的脑筋 远环他们的失能 预防他们的失能 现在很多长者 就是在家里面 没人照顾 我们社区 政府社区 很用心的 已经剩七八年了 就由社区关怀股店的扣定 不但可以让顶部的典型創意 也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发育目标 将生活贵到金家精彩 有意义 记者带我算 蔡文博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